我要講的是第六題這一題 OK 你看題目喔 他說請問你2的十次方乘以5的十三次方是幾位數 十三 好 這個題目的解法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因為這題目有個特別的地方是 每一個2跟每一個5相乘或者有什麼 十 十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會你就報立法 就是2寫幾遍 十 寫十遍 然後呢乘上5寫幾遍 十 十三次 對不對沒有沒有沒有 當然數字會很長嘛 但是我用簡單的方法 來 每一個2跟每一個5合在一起是不是變成十 那你看喔 這裡有十個這裡有十三個 所以可以有幾個十 十個 十個我要找少的那一個 所以他就會幾個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對不對 所以十個0 對吧 可是還沒有結束 為什麼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5的三次方法 那請問你5乘以5乘以5是多少 一二五 所以答案是一二五 所以請問你總共幾位數 十三 這裡不是5乘5乘以5對不對 所以答案只有 乘乘以1再加上3位數 所以答案總共是13位數 我先說拜託你 不要好高位 老師這種簡單我會啊 看哪個大都寫13就好了 不一定 為什麼 我問你如果我寫14呢 沒有 萬一我寫的是5的十四四方 請問你他的幾位數 十三位數 答案還是十三位數 為什麼 因為5的四四方是625 5乘以5乘以5 5乘以5 乘以5 乘以5是625 所以如果是625的話 答案會變成多少 625然後後面有十個0 所以答案還是十三位數 所以並不是說 老師這裡13 所以這裡寫13 不要量想 好不好 不要覺得說 我看那個就對高過去 好像題目那麼簡單 如果題目那麼簡單的話 就會考你這個 會啦 OK 好